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会觉得一切你修很多年 当然说修行本身也是一个功德嘛 但是它要成为功德实现出来 你知道里边是由我作为障碍的 其实就像我修行 我觉得开始那个时候就是你感兴趣 你是你的爱好 你觉得那个是很有意义的 你探索 你喜欢 你说为了利益周深 那是因为你想成道所以发了那个缘 因为你说不发那个缘成不了 所以发了真的是 根本就没把那个事当成回事 早就发完跑着脑后了 剩下就是你很喜欢 你感兴趣 你为周深做啥了说句老说 真的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有一天你真的会做一点事的时候 那一刻你的实习出来的时候 我就自己就开始骂自己了 你真的不行 你以前你以为你修行修了十年二十年 你以为你是在为众生做你发了那个愿 说是为了众生为了活 你粉身碎骨再说不行发完了 其实你坚持了十年 其实你坚持了十年 你放下了丈夫 放下了家人 放下了孩子 放下了老妈老爸 放下了家庭 哇一路走下去 你好像很坚强 好像在世俗人眼里 不管人家说你走火入魔了 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好像好理落 也有人修学都说 哎呀道心坚定啊 哎呀很了不起啊 这肯定是大菩萨 不管人家做什么 其实你察觉一下你的内心 你就是喜欢 那就是个喜气 说句话说 你就是爱做 真的是你做这个不累 做别的不行 你就爱打坐 说句话说句话 你坐在那你就觉得 哎呀好享受啊 坐在官方里 你就觉得比在外边 那个咖啡吧 那个酒吧 你就觉得 惬意嘛 你坐在官方里 哎呀好享受啊 他就是个喜气 说句话说 他就顺着你的喜气过来了 其实你 那一刻其实 如果我还在那的话 那是极度自私的 说句老实话 虽然你这种 虽然你这个自私 是得到诸佛菩萨赞叹的 觉得哎 你这种自私好 你继续这样自私下去吧 因为你这种自私 将个可能 如果你一旦这样自私的程度了 有一天你可能 带给别人利益 因为你追逐的这个东西是对的 你追逐无上智慧吧 但是其实在你的喜气里边 你就喜欢做 其实没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什么说是啊 我是为了众生做的 那真的是 你没有你就是喜欢 你不断的不断的在里边摸索 所以你没搞明白 你一直往下走 想搞明白 到底你在做啥 一直在做 其实 当你出事的时候 才真正开始为众生做了 因为你在官房里边谁做啊 除非你对不起家里人 家里人一直骂你 就觉得你这家伙 越修越是六七不认了 你又傻了 然后回来你做事的时候 当你一念向善的时候 当你在每个别人被你碰撞你的时候 别人诽谤你或者你忍辱的时候 当你在忍受的时候 到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哦 我是菩萨 我这一刻我应该怎么做 那才是开始 你真正的开始 那不是利益众生 才开始 往去生慈悲了 你怎么能利益做 你还做不了啥 你才以一个菩萨的角度 才要求你自己了 在官房有啥 你在官房闭关 你多舒服 还有人给你送饭 龙根还在外边给你护关 还送饭还吃得挺好的 有啥的 就算是有时候又冷 就算是那 那你喜欢吧 你选择了 你喜欢 那是个喜过喜气啊 那种我还在那 很傲的 很固执的 很 以为你是啥的 那个我还在那知道吧 就算是我是个佛 或者我本来是佛 那个佛满还在那 所以就老说 有一个空空的我也在那 然后你出来了 做事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在那 一碰你你就疼 一碰你心也疼 肉也疼 哪块也不行 你做不了 你这个世界 你就觉得很难立足 做个人好难啊 觉得 哎呀做个好人好难啊 做个菩萨好难啊 这个世界好像缺 全部跟菩萨做对似的 众生像嘛 说好像众生 全是找菩萨茬的 是吗 因为你行菩萨道嘛 你用菩萨应该怎么样 菩萨应该 众生都是 人不为我牵住地面了 都是先考虑我的 你就觉得跟你不对 你为啥 你考虑他了 他就没考虑你了 是不是 你永远觉得换不过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两边不着相 你不能着相 你不能说为他 为他就是为你 一样的 你一点也不能动 这个念头 继续 继续 如果功德没有回归 你没做够 继续 就这么往下走 然后呢人家骂你的时候 忍辱的时候 你要有个忍受的对象 那你死定了 你忍受20年 你气得干也砸了 最起码是最终 慢慢的 无我笑无忍下 这是没可忍的事 你一定要悟到这一点 你才 你才忍辱才圆满 悟不到这一点 你那个忍辱就没完 是不是 恐惧啊 怕失败啊 怕被否定啊 怕孤独啊 怕孤独啊 怕最后没人理你 剩下你一个人啊 什么都会 什么都有的 因为你越走越偏了嘛 越走越 所有的人离开你 越走你越远嘛 你好像离婚筹越来越远 心路里 你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 如果有的在哪一块更强烈 恐惧会有的 恐惧未来 未来一无所有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走下去 什么都没有 道也没成 啥也没有 走的 因为你身边你看着嘛 你的同学 你的大学同学 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人家都是 腰茶拉瓜 都是财大气粗 要不开着名字 住着豪宅 你在修行 是不是 而且你修行 沉到遥遥无期 你不知道 啥时候沉 主要是每个 不是说你努力十年就可以的 可能十年还不行 那二十年了 二十年还比三十年了 好像就是没完 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恐惧就会出现 然后如果你有家 有口 这种压力随之而来 家人你怎么办 你是放弃修行 去为你的生命去生存去活 分拨还是怎样 肯定大家都是当年修过型的 真的 很不容易聚在一起 是这样的 我有时候觉得 哎呀你们挺不容易的 是啊 我真的跟很多人聊 说公司 从2012年 大家进公司 尤其要会训 说 你辞了职 公司也不正 住在那修行 他应该恐惧的 未来怎么办 我这样修成不了 怎么办 工作也只没有 我是举个例子 如果这样修下去 会有一些担忧 知道吗 每个人都会 新华会说 我还有老婆还没有呢 在这能有个未来吗 这公司有未来吗 很多就是 有些人说 这种公司 我成不了道有未来吗 或者是我 或者待一年半年 我就离开 或者就是他这种恐惧啊 时时刻刻会绊在呢 是啊我也会恐惧 我这公司能不能维持下去啊 那就不要 我怎么交代啊 对这些人啊 我怎么要挣钱 能够把他们 最起码能持住行解决啊 你也会想嘛 但是 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 就是每个人 但是我 那我跟很多人说 很多人会说 有些人聊天吗 他说 你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开道场了 道场哪是你这样开的了 虽有能力修行才修行嘛 哪有你又借公司又借道场的 你还得负责给大家 找钱 然后给大家 发工作 养活 然后你又要讲法 你又要去弘法 你还得去找 去借官房 借道场 你不累死啊 这样就说 你就带十几个人 那十几个都市 有钱 有权的 可能 你带着他们已经吃住行 不用自己搞定了 都那种很有钱很有权的啊 跟着你 他们不会苦惧他们的未来 他们生活也无忧 你不用去什么 你带十个就行了 你为什么学大家 你又要雅架活口的 我能说什么 我说没缘 我说我就跟这些人有缘 他们这一世来到这就这样了 是吧 这就是缘分 是吧 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一世是什么 这就是人道的一些障碍 这些东西不算什么 说句了 不管我们今天 你来到人道 你这一世你是贫穷也罢 你是富贵也罢 你有钱 你没钱 你聪明 你不聪明 你迷糊 或者你结婚了 你单身 你还障碍或者什么 这就是你们 来了 这个世界目前就这种状态 有的人 碰的晒越多一些 有的人力越多一些 大家就这样了 是吧 既然大家说好了 就一起修吧 是吧 神神四神 我还能出去敲两个有钱的修啊 敲两个是当官的修啊 这可能吗 他们会不会那么担心啊 不会有未来的恐惧啊 真的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东西 当你们有一天开始走入圆满的时候 因为这些东西不算什么 不管你今天有钱没钱 你贫穷也罢 你富贵也罢 或者是在这个世界有缺失有没缺失也罢 你这一生的生命或 你孤独也罢 寂寞也罢 或者啊 就叫新华爸爸 爸爸妈妈春宿 生活啊 跟其他不要 包括这些 你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 你知道 你碰到了 你现在目前你处在这样一个假象 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的梦中醒来 你就是这个梦 你这个梦 你要从你的梦里边醒来 你要从你的梦里边醒来 没有什么不同 有钱的人他要从有钱的梦里边醒来 有权的人要从有权的梦里边醒来 大家都同样在做梦 我还说你的梦比他的梦的好 我就是你梦的 我觉得你这个梦挺精彩的 你的电视剧挺精彩的 你的电视剧也不错 是不是 对我而言 我只是你在梦里边 对我而言 你只是在做梦 不管你是谁 你只是在做梦 我不会分辨你的梦比他的精彩 我应该在做这个梦的 不是做这个梦的 两个梦一模一样 我不能肯定他从梦醒来的 比你这个从梦更早 不一定的 只是说 可能说我没那么累 或者我不用去考虑 接刀草的事 或者是杜绝这样的 我不用去考虑 花园的事 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样 但是谁出梦里边醒来 还不一定 谁写醒来 还不一定 是吧 谁放下谁梦醒 是吧 虽然说有些波动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波动 波动它轻嘛 他这样波 他就一个梦 只支撑到天了 他没有那么多波动 这个梦很坚固 而且他最主要是 他不想醒来 这才是问题 他死活不行 不想醒 我死活不行 他就没那个愿望 所以这个没什么比较 不一样 大家真的没什么 而且说老师说句老师说 建刀草也罢 做公司也罢 也是个梦 也是玩的 你们醒来也就OK了 哎呀 至于说说 建的过程中醒来了 还是建成醒来了 那就无所谓了 啥时候醒来啥时候帅 不就是这样吗 你说是什么 你们这辈子还不是 这三十年了 你做了啥 还不是猛 这二三十年了 不管是多认真的 叫过劲 多认真的 对过母见识 现在想起来了 想一想不起来 八年也是很教真 体感啊 工作啊很认真 插个桌子呀 没插进这块 哎呀就叫真完了 现在能想起来了吗 想不起 很认真的活过 就是什么 很认真的活过 就是那样 三十年很认真的过过 有的人不认真也过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 有任何收获的话 那就是你为这个世界 做出过什么贡献 如果你给这个世界 留下过一些杰出的东西 能够造福于其他人 那说明你在这个世界 留下一些东西 还生命还有点意义 否则的话 你有啥呢 不过就是 我们就是 真的是一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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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就算留下啥呀 没啥自豪的 有啥 有个原子弹自豪吗 还是留个火箭自豪 还是留个什么自豪 有什么自豪呢 还是把佛的智慧留下来 好一点 万一有人将来想修行的话 佛的智慧还在活种嘛 还能解脱 有一天愿意说 想出人道解脱 总有个希望嘛 否则六道没完没了 连解脱的机会也没有 因为不知道嘛 没有佛啊 不知道了嘛 你们就这样 各人各 肉肉桥 你吃我我吃你 这个没有啊 我们说去老师吧 也都不属于地球土著 地球土著 所以解脱没那么困难 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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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